由于国际间持续新增2019性型冠状病毒肺炎案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 香港已出现无明显感染源社区传播及群聚案例 新加坡超过一般确诊案例为当地感染 且出现第三波传染 泰国也出现未确定感染个案及第三波传染 再加上泰国没有实施对中国边境疫情管制 对此指挥中心11号宣布 提升港澳新加坡及泰国旅游警告 針对中国大陆人士入出境管制措施 陆委会宣布从2月12号零点开始 目前已商务旅约 跨国企业内部调动 及短期探亲等6类室友 仍正在台湾停留的中国大陆人士 实施状案措施延长提留请线 每次合给15天 至于持有长期居留证或长期探亲证国人 或陆配中国大陆子女 基于人道考量准许入境 但要接受14天居家检疫 那会有这些措施其实就是面对目前更严峻的这个境外疫情发展 所以综合考量这些防疫风险与人道因素 那采取了这些强化管理措施 处长蔡正如表示 有需要专案停留延期的民众 可自移民署服务站领柜申请 后续是一起发展来做措施检讨 另外针对目前在检疫所民众心理状态 指挥中心11号已启动全面关怀 除了有市立区训理师辅导 其他个案状况都还好 远时新闻 虎顺五六 台北市采访报导